第24屆金曲奖 最佳台语歌手 谢明佑的歌声 穿透人心 但没想到2019年 还有不能唱台语歌这种事 财经作家李国锋 在脸书po文 有一名街头艺人 申请到高雄梦时代演出 高雄梦时代 建议馆内场域 不适合演唱台语歌曲 要求改唱国语歌曲 结果引起网友纷纷留言 因为韩国瑜市长是外省人吗 讲台语要杀头了吗 谢明佑则在脸书怒呛 违反国家语言法 聚唱梦时代 苹果找到该名街头艺人 叶晨宇的脸书 他26日 在脸书针对此事发文 还提到梦时代馆内 可以听到播放 英语歌 日语歌 国语歌 就是没有台语歌 连用台语广播时 也是错误频频 更怒批 馆内不适合唱台语歌 以触犯国家语言平等法了 不过随后他在脸书更新 墨时代打电话来盗窃 解释发给他的email 文字说明有误 没有进唱台语歌 墨时代则回应 这件事是接洽员工 个人行为 该名员工已遭惩处与调职 东新闻高雄报导 我是立法委员 曾韻鹏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